主席 各位同仁 国际知名的评价服饰品牌 相继来台湾开设门市 除了台湾民众争相抢过外 也引起媒体的报道 最近也传出 其品质并非安全及良好 显示出民众穿的安全出现漏洞 相反的 过去身为纺织亡国的台湾 在今日则变身为全球顶级的布料供应商 除了不断提供品质良好的布料 给国际高级服饰品牌之外 更不断从事研发创新的材质 让全世界都能享受到 最舒服且最符合需求的服饰 然而 即使台湾拥有如此好的 自布技术与人才 台湾却一直都只能做 世界时尚服装的代工 未能发展成世界性的品牌 若我们深入探讨 台湾未能发展出国际服装品牌的原因 极口发现 除了因为台湾内需市场不够大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缺乏全球行销的策略 我国以拥有一流的技术 以优体人才文明世界 让许多国际大名 知名大厂愿意在台湾投资设厂 这也让台湾在过去依赖着代工 赚起大量的外汇 创造出台湾奇迹 让台湾名列亚洲四小龙之中 然而 从国际知名企业的发展经验中 我们可以发现 唯有创造出自己的品牌 才是企业永续经营之道 近年来 像是HTC AS US Acer等品牌 逐渐在国际市场中打出名声 其中HTC 更打败Apple 成为北美市场 市占力第一的智慧型手机 显示出Made in Taiwan的商品 逐渐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条路 同时 政府为了让MIT品牌在国际间 更广为人知 将在伦敦奥运期间买下广告时段 向世人宣传 来自台湾的优质品牌 本席认为 政府商业固然良好 但更应该积极邀及场观学 共同商讨 台湾品牌的国际行销策略 将国际或者是本土知名企业的成功经验 分享给台湾的中小企业 同时协助企业进行全球行销 让台湾的优质商品得以行销全球 并在国际市场中 闯出一番名号 让更多外国人一起 就是爱用MIT 是 是 是 好